今天视频的背景是不是很厉害 这个背景我搭了很久呢 大家先欣赏一下背景哈 先闻一下人民币的味道 今天是要干嘛呢 你们经常看美妆视频的人应该知道 各个品牌的公关会定期给博主 就是寄送一些礼物 然后呢其实这种公关包裹呢 博主也是没有义务一定要去 在视频里面讲这些产品的 但是呢 你们知道哈 就是江湖上的规矩 然后再加上我最近看到 好几个博主录这种主题的那个开箱 然后里面收到了很多包裹 我也有收到 然后我的心里面就特别的不安 大家都这样 我如果就是默默私藏这些东西的话 感觉好像不太好 而且收到的这些产品呢 确实还蛮好的 很多都是就新上市的产品 我觉得你们也非常想看 今天我就一口气 把这几个月收到的所有的东西 来给你们做一个开箱 并且咱们来一个边开箱边送 你们看我的芝加油 我最近还蛮喜欢这个芝加油的 但是这个芝加油曾经被我在视频里面吐槽过 就是这个RMK的 当时我还吐槽它的颜色奇怪什么的 因为当时我没有去研究它这个怎么涂 我以为是得涂很厚的好几层 然后涂成那种饱和度很高的绿色 其实没有 应该是这样就是涂薄薄的一层 比较有透明感的 下面我们来进入正题啊 我觉得要不咱们就从这个最贵的开始说起吧 这应该是香奈儿爸爸第一次给我寄公关包裹 希望每个月都可以收到您的包裹呢 我先给你们看它里面是这样啊 看到没 闻到甜的味道了吗 它是由香奈儿今年新出的Coco Flash口红 组成的一个双C的标志 特别搞笑的是它这里面并不是全部都是口红 当时我收到了包裹之后呢 我就随便拿了一支 我就看一下颜色嘛 结果一拔开 这是一个U盘 然后当时我就在想 香奈儿寄了一盒U盘给我 然后后面我才发现除了这一个是U盘 其他都是口红啦 这个是他们写的字 手写的 这个Coco Flash它是主打滋润的 然后涂出来是比较嘟嘟唇的那种 它这次的盖子设计的还蛮有特点的 就是它是透明的 你们看 哦 啊我戳到了 啊我把新的唇膏戳出了一个洞 好烦呐 气死我了 就是它的这个盖子这里是透明的 所以呢它可以直接透出口红的颜色 来给大家试几个色吧 这个90号好像是一个热门色 它是一个展蓝色 然后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颜色 据说素颜也可以涂 我先给您买个手臂试色 玛雅我觉得我 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不太适合做手臂试色 哇好顺滑 要飞起来了顺滑到 啊 日地好舒服啊 蛮好看的呀 我们再来试下一只吧 96号是一个梅子色 哦好喜欢这个 这个就是比较有气场一点 刚才那个是展蓝色 这个颜色是展腰色 53号也是一个比较温柔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这么看上去 怎么感觉有点危险呢 会不会不显气色 这个颜色确实没有红色那么显气色 它是有点奶茶棕 反正就是棕掉了 92号色是一个十六红 它是一个偏冷掉的红啊 哦这个好显白哦 我怎么觉得这个颜色 有点女二号的感觉呢 我发现这种偏冷的红色 都会比较妖艳一点 比较有女人味一点 我跟你们说 这种润的口红超级容易沾牙的 你们涂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信你们就看 好我现在嘴巴上面换成了 一开始试的那个90号 加刚才试的那个92号 我叠涂了一下 这个领盒里面好像有重复的色号 我看一下 如果有重复的色号 就送给你们 找到第一个 重复的色号53 就是这个比较棕的颜色 72号有两只 是一个这种偏眉一点的肉粉色 又找到一个 这个是68 68这个颜色感觉很好哎 它的高体是这种正红色 然后涂出来是这样的 哦这个颜色绝对超级安全的 谁涂谁显白的 又发现一个重复的色号 就是92号 所以呢这四只Coco Flash 送给你们 下面我们来拆哪个呢 哦我想拆这个 福马龙的香水 哦这个也是 也是我收到的 就真的是我收到过的比较贵重的公关礼物 而且一共给了我三盒 这是第一盒 这里还有一盒 然后这个后面 后面还有一盒 你们知道一下子收到三盒 祖马龙的心情是什么吗 爽 先来拆这个吧 然后这上面 它还搞了一个这个鸡蛋花 就是你们看这种开箱视频 是不是感觉都是自己在开箱一样 就感觉自己买到了一样 然后看完了之后才清醒过来 这个里面是一个香氛蜡烛 这个是19年花园系列限量和荒花 其实我是一个还蛮操的人 我看很多美妆博主的视频啊 人家都是会买很多香氛 然后在家里点着 像我呢就是家里面没有任何香氛 出门也不喷香水的那种 我就是一个操汉 所以我对香味也没有什么研究 就是我对香味的描述吧 就只能止步于就是 啊 好香 很浓 很淡 但是如果香水爸爸找我合作的话 我会好好做功课 好好去研究的哈 千万不要因为这点而瞧不上我 这个里面是三瓶 也是限量款的香水 哦这个好像是喷头发的 上面写着Hair Maze 为什么这个绿色有一点点像红油精 好了 祖马龙爸爸对不起啊 不要因为我这句话 以后就不给我寄产品了 然后这两个还挺好看的啦 我来闻一下 这个好像是橙花香 我喷在餐厅纸上吧 嗯 橙子的味道 水果味 橙子 然后没有 然后呢 再来这个柠檬黄 这个 就是 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就 然后 怎么说呀 哦 这两个味道就是非常不一样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是喷头发的 嗯这个也好好闻啊 诶 这个里面这是什么区别呀 这个就是三个的这个组合 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哇这个手拿到我手上感觉质感好好啊 就它的 然后下面我们来 你看这个吧 欧体力气的 然后这个里面是这样的 我跟你们说就是 这个礼盒就是做的一个 做的一个比一个大 但是其实里面的产品还挺小的 这个是真美亮白换肌精华露 然后这个是真美亮白精华液 这个是葡萄紫亮彩日霜 这个是水状的 应该是就是当爽飞水用的 然后这是精华液 是日霜 然后都是美白的 这个组合在夏天还蛮实用的 夏天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白成一道闪电 下面来它吧 这个礼盒就是 就是水分更大 你们看啊 这么大一个 其实里面就装了六支口红而已 然后打开了以后呢 这个里面是一些海报 我的妈呀 然后呢 你们别看只有六支唇膏 人家还搞了两层呢 这是第一层 三支唇膏 第二层 三支唇膏 我给你们试一下这个525吧 它的质地跟前面香袋的一样 是水润质地的 然后这个颜色呢 就是一个樱桃红 非常的显白 我发现就是女生买东西啊 真的是就是 什么理由都能找到 那个夏天来了 不同于晨闷的冬天 我们要涂这种水嘟嘟的 这种滋润款的口红 买 还有就是 哎呀夏天来了 夏天很热的 很容易脱妆的 所以那种持久哑光的唇釉 也是要买 就是只要想买 什么理由都可以找到 我最近也好喜欢这种 水润嘟嘟唇的感觉 然后我还想试下这个 这个是168 然后它常说是 滋润版的196 196你们知道吧 就是那个新鲜的老胡萝卜色 在手上是这样的 好葡萄酒厂是这样的 确实还蛮像196的 这个呢就是一个清爽的胡萝卜色 总之就是跟胡萝卜有关 下面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家伙 哎呦 我当时受到病的时候都震惊了 Sensee寄了一个 迷你行李箱给我们 这玩意儿吧 它其实不是真的行李箱了 我觉得没有哪个人 会这么想不通 把它当行李箱 因为它的自重实在是太沉了 这是一个 对哦 里面还有一个包包 哦这是一个枕头 然后还有眼罩 哦这是一个发布 这个发布带来洗脸应该还蛮好看的 还有一个这个证件夹 然后呢真正的美妆品呢 其实没有几个 这个是一个三色眼影 你们知道Sensee的中文叫什么吗 三喜玉 还是叫Sensee吧好吗 Sensee反正也不难读 这个颜色就是非常安全的大地色 大地色酒红色 送给你们吧 其他的是几只 哦这个是刷子 刷子也送给你们吧 这是一个唇刷 哎我觉得这个唇刷好像还蛮好用的 唇刷我自己留着行不行啊 我还蛮 我还蛮想要这个唇刷的 这个我先自己留着吧 这个唇釉的颜色我已经有了 所以这一只这个四中哑光唇釉 送给你们 哇这个里面还有东西 是个镜子 我终于有一面3CE的镜子了 因为我看好多美妆博主录视频 用的那个手持镜都是3CE的 然后我却没有 而且这个是这个粉色的 哦好可爱哦 还有一盒这个 这个是一个好像是腮红哎 哦是一个这种膏状的腮红 然后这个好像是还可以同时用作唇膏和眼影的 我记得 这个是一个eye switch 应该是一个那种提亮眼头的bling bling的 它的闪片颗粒还蛮大的 但是比较稀疏 不会很密 就是画什么那种夏日什么糖果妆啊 还蛮适合的 另外还有两个 一共进来三个 在镜头里面看不出来 但是是不一样的色号 哦太好了 之后画一些比较bling bling的比较创意的妆就可以用到这个 里面还有两个耳环哎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一套礼盒的主题就是bling bling 接下来是这个 哦这个盒子好漂亮啊 巴尼兰的 然后哦这个里面超多产品 你看 它这一盒顶别人五盒 这个里面呢都是巴尼兰 应该是新出的彩妆吧 像这个是唇釉 好卡通哦 哎 它的头是这样的啊 你们看 应该是故意的吧 不是坏了吧 它这么有一个角度嘛 这么涂的时候还挺方便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上面写的 渐变腮红 这种渐变腮红的好处呢 就是就跟那个电脑上的颜色一样 就是你可以取任何地方的颜色都会不太一样 这个颜色还蛮嫩的 这个是睫毛膏 哇 这个外观都做得好炫酷哦 这个又是啥 这个是散粉 还配了一个粉扑 送给你们吧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我给你们看 它是一个应该是腮红刷吧 它这里做的是一个小狗爪的一个形状 哦 好可爱哦 这个也送给你们吧 这里还有一个眼影盘 这个也很自然啦 日常挂的 谁都可以驾驭 这个也送给你们 好 这一盒到这儿结束 好 这个是makeup forever 哎 说到这个makeup forever啊 就是我不得不说一下 成天给我寄公关礼物 就是不找我合作 找我合作出一期妆容好吗 这个里面是撒子嘞 这个里面我也拆开过了啦 这个 这个还蛮好玩的 就是 我发现现在就是美妆 美妆品牌礼盒里面 经常有一些就是很 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是一个夹在手机上的 这是五光灯 然后这边是一个镜头 哎 我试一下啊 我真的变广角了 它是一个那种 有那个广角的作用 如果我不夹它的话 只能拍到 这么小的画幅 如果我夹上它的话 就能拍到很大的画幅 哎 这个还蛮好的 其实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买 一直都没有试过 这个 是一个BB霜 这个磨砂的壳子 还挺好看的 它好像不是海绵的那种 你们看 它是那种 洞洞的 现在有一种气垫BB式 按下去的话 它从这个 这些洞洞里面冒出那个 BB霜 但是 我现在还先不想 就是打开它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色号 适不适合我 这个 是一个 这个是个镜子 看到没 这里有一圈LED灯 然后这一面也是镜子 哎不对 镜子为什么这么厚呢 它是充电宝 4000毫安的一个充电宝 你们看 这里还有充电的插头 还有电量呢 充电宝 兼 小镜子 还有一盒 Makeup Forever的东西 这一盒呢 是他们新出的那个 染唇液 我一开始收到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指甲油 我还说Makeup Forever 出指甲油了 然后后来我才 我在网上看到别人 发那个图片 我才知道是染唇液 你看它长得就跟指甲油一样啊 我来试一个啊 我试一个安全一点的颜色吧 这个比较温柔自然的 这个是302 它里面的颜色 好像都是这种 像水彩笔一样 纯色 加了一点白色颜料的那种感觉 好粉嫩啊 它涂开干了之后是哑光的 我感觉它的这个持久度 应该还蛮好的 嗯 这个颜色好夏天哦 也是有种那个糖果色的感觉 这个是所有的颜色 给你们看一眼 一一试的话就勿有思坚啦 在之后的妆容 或者是其他主题 再给你们分享吧 然后我们来讲这个吧 月木之源 菌骨水你们应该都知道吧 不用我介绍了吧 还蛮适合不稳定肌肤的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 好像是一种木桶做的 好环保的感觉 然后下面是这个 这个是餐饭的 哇 打开了之后 我就闻到了他们家的那个 牙膏的那个味道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牙膏 这个是一个手工皂 这个是一个洗发露 然后这边是牙刷 他们家的牙膏 我自己本身已经有了 所以这一盒送给你们 来 我们来调节一下 看了那么多美妆品 我们来看一个包包 这个是小CK的包包 好像是也是他们的 春夏新款吧 还蛮好看的有没有 它是一个水桶包 然后这是他们的logo 这算是一个淡奶黄色 对吗 然后这个手柄还挺有特点的 是这种不规则形状的 这个是肩带 就说明它是可以肩背的 然后呢这里开口有一个吸扣 可以把它吸住 我觉得小CK家的东西 因为他们家都是那个 应该都是人造皮吧 所以价格呢 相对来说很便宜 但是样式还蛮好看的 我好获获 为什么要攒这么多礼盒 在这一期视频全部都录完 我感觉已经录了好长时间了 我现在已经从就白天录到晚上了 后面还有这么多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现在就是整个这个 我现在整个录制现场 就是跟狗窝一样 小号 这个厉害了 看到没 恶鱼皮 你看这谁有钱 当然了 这个应该是人造恶鱼皮 这样的盒子啊 箱子啊 就感觉里面装的不是金条 就是现金 我跟你们说啊 我收到过一些 就比较特别的公关礼物 然后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Beautour寄给我的 你们看这是什么 德州普克 中间这个黑的是他们家的仪器 而且当时我拆这个礼物的时候 是大老闲在旁边 我靠他两眼冒金光 因为他还蛮喜欢玩德州普克的 但是我 我不会玩 这个就是德州普克的那个牌吧 然后呢 这个是普克 然后这个普克 我之前拆开过 哇塞 它的边边是金色的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人家这个 零不济来了之后 我对他的这个 就是美容仪 避而不谈 视而不见 然后一直在讲 他送的这个普克牌 这个普克 我要 你知道 要保留着 因为之后家里来客人 打个牌什么的 好 这个中间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他们家 很有名的那个 提拉美容仪 这个好 这个好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正是到了 需要提拉的年纪呢 哦 长得好好看哦 颜值好高哦 然后就是这样 提拉的 好 这个 我就把它放一下 下面是这个 这个是 别样寄给我的 然后这是寄给我的一个 什么东西 别样 哇奥宝盒 每月长鲜 树剑宝贝 它的这个宝盒 好像就相当于 那种订阅盒子之类的吧 我看它寄给我的是 这个 PET的口红 哦 这个还蛮好的 这个还蛮好的 这个口红300 对话 钱一只 这个包装应该是它那个 限量版的 这两个颜色是一样的 送给你们一只啊 它里面长这样 我给你们手臂试个色啊 我没有买过他们家口红 这是 这是这个牌子 哦 哇 好顺滑呀 饱和度好高哦 你看 这是这个牌子的 我的第一只口红 我们之前没有买过 这个质感真的没话说 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安全 这个颜色可能会没有那么的日常 但是绝对是非常显白的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这个好像是护肤品 然后还有两只 唇刷 是一个美妆品牌的唇刷 他们这个一个盒子的 售价呢 会比里面这些美妆单品 加起来的售价要低 光看价格是蛮划算的啦 但我感觉会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万一里面是 你不太喜欢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对于那种美妆爱好者 喜欢每个月尝试一些不同新品的人 比较适合 然后下面 哎呦我去 下面来讲这个吧 你们一定以为是一个包包品牌对吗 我一开始收到的时候 我也觉得 这是哪个包包品牌寄给我的包包啊 结果这个包包不是重点 这个包包里面的产品 才是他们家的产品 但是我貌似对这个包包更感兴趣 你们看它是包装蛮好看的 你看这是一个编织包包 哦这个夏天或者是去海岛 超级适合的 我现在是在做购物分享嘛 我在安利包包耶 既可以手提 又可以肩背 而且它肩背的这个袋子 很短还蛮是 还蛮方便的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这个包装不小心被我搞散开了 这里面有梳子 还有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个是他们的品牌名 我一开始不认识他们的品牌 然后又是哪一个这种编织 带送的 又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礼盒嘛 我就在想 这是什么野鸡品牌 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 它是雅诗兰黛旗下的品牌 而且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 他们家是做那个美发产品起家的 然后现在好像也有护肤品 这个书子不便宜哦 这个书子好像要一两百块钱 他们刻了我的名字 我才看到 我还说人家是野鸡品牌 你看人家多有心啊 看到没有 大老田 不过少了个耳 他们刻了我的名字 差点就冤枉人家了 书一下书一下 好温暖 刻了我的名字的书子 书起来就是好啊 谢谢谢谢 然后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头发用的 然后这个是护手霜 我那天做功课的时候 这个护手霜 好像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产品 下面这个是直观剂的 他们的礼盒都做得好漂亮哦 这个里面还有他们写给我的卡片 很多公关礼盒都会有PR写的 那个手写的字嘛 然后他们的字一个比一个好看 我猜哦 我猜他们可能并不是说 本人的字真的有这么好看 他们是可能是在全公司 或者是全部门挑了一个字写的最好看的 然后由他来完成每个月的这个工作 然后这个里面呢 一共有三样产品 一个是这是什么 洗头慕斯 啊这个我有了 这个可以送给你们 就是它里面是那个像那个起泡 洗面奶一样 它是那个压力罐的 一挤出来就直接是那个慕斯状的 可以拿来洗头的 方便嘛 就不用自己就是去搓出那个泡泡了 然后这个是胺基酸 头皮喷雾 啊这个一整盒都可以寄给你们 这个一整盒里面的产品 我都已经有了 还有这个是TT的梳子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英国TT的梳子哈 这个就一整盒送给一个人哈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 哦这个是那个隐形眼镜的牌子 叫应该念yuhu 这里面一共有三盒这个隐形眼镜 然后因为它是平光的 我是近视眼嘛 我没法带 所以这一整盒也送给你们 这些真的是送了好多东西 这个也是隐形眼镜 这个是弥生 哦好浮夸 这边让全是这个白色的毛 看到没 然后这个是美少女IP的联名款吗 这个他们记得应该也是平光的 哦也是平光的 那也送给你们吧 哦这个也是隐形眼镜 这个也是优虎的 哇他们给我寄了两盒嘛 哇你们看这个盒子里面 像这个礼盒做的都好 好有个性啊 这里面也有写给我的卡片 然后呢里面有一盒 跟前面那个一样的 然后还有三盒这个美童 应该都是平光的吧 对都是平光的 OK 这一盒给送给你们 这个是三月二寄给我的 他们家的那个六一儿童节礼盒 这个在之前我跟其他的很多礼盒 都在微博微博抠货照片 这个是他们写给我的卡片 这里面有两个美妆办 一个这种三角海绵 这边是刷子 这个里面是一套刷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便携的散粉刷 哦直接怼出来 哎这不是散粉刷 这是粉底刷 这是粉底刷 因为他的毛还蛮厚实的 这个礼盒他们其实给我还寄了六份粉丝福利 但是这六盒粉丝福利 我已经在微博送出去了 所以如果你们想参与更多的双奖的话 可以把我的每个平台都关锯一下 这样子中奖的几率可能会高一点点哦 我又在骗关注 谢谢三月二 不仅想到了我 还想到了我的粉丝们 还有最后一个东西 我收到了一双鞋 当美妆博士好幸福哦 就衣食住行都不用愁了呢 这个鞋是那个Crox的 你们知道吧 就是那个最有名的那个洞洞鞋的那个品牌 这个鞋呢就是怎么说呢 我已经试穿过了 非常舒服 穿上的时候你简直就是可以 就是飞起来 但是呢就是 你知道长得就比较 嗯 朴素哈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 非常适合我平时穿 你们看过我的Vlog呢 你们应该知道的 就是一副那个灰头土脸 穿着运动裤 穿着运动鞋那副模样 这个就非常适合我平时那种状态穿 基本上最近两个月收到的包裹都讲完了 好 我等会儿要去整理一下 送给你们的奖品 那具体哪个平台抽哪些东西 我会在评论里面打出来 那如果你们想多多参与的话 可以去 你知道 每个平台都 关注一发 点赞一发 一条龙一发 好 最后呢就是感谢各位品牌 来爸爸记得这些产品 我录这个视频 既可以让你们看到很多品牌最新的彩妆 让大家看得过瘾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试色什么的 然后呢又可以发这么多粉丝福利 我觉得就是一件三全其美的事情 好了 那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啦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一条龙 来参与抽奖 让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们送出去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